一次出现两把皮肤箱 这也太少见了吧 正好一把主武器一把副武器 全部拿下 今天就它们了 配件装上之后 这把独眼兽SKS已经可以说无后作例了 钢铁SK再沦为副武器了 一把狙击枪一把步枪就有个问题 只能选一个天赋 而我选择了狙击天赋 这把独眼兽SKS的威力已经达到极致了 轻松搞定 镜头连抖都不抖一下 诶 什么东西 好家伙 太给力了吧 随便打一个瓢仔啊 本来根本没指望的 精致魅控比钢铁SK还贵 况且魅控也可以用到精致天赋 没有不坏的理由了 又来一个 真是好事成双啊 没看错的话 一枪就秒了吧 这么暴力 司机甲就不要了 BOSS已经没人打 用魅控快速解决吧 SKS按得累 这BOSS背了把AWM 有没有可能是精致的 粉的 真是精致AWM 嗨 想多了 这个用处就不是很大了 山头有人 强声振振 在和别人打吗 啊 碰瓷的 我才碰那一下 自己就倒了 什么鬼 那还能有人接 这 见鬼了 怪不得 原来有人买了BOSS 这玩意真不想打呀 连个粉包都没见过 两个子 简直浪费子弹 这人被我打了一枪 然后被BOSS补了 继续另一个BOSS 依然没空 等等 太巧了吧 幸好出手晚一步 不然等着被遛的就是我了 他已经解决了 是个六级 悲哀呀 不知道BOSS掉啥好东西了 他玩两次摇 爆红了 BOSS装备一样没少 反倒是他掉了个六级包 这家务还是从辐射区出来的 真是捡个大便宜 本来没去辐射区还有点遗憾 这下完美了 这把没啥可说的 心满意足了 110万 一把精致没空 一个六级包 再来一次 用这两把枪还挺走晕的 就知道得有人 等半天了 拿来吧你 是个四级 没有精致没空了 这才算正常 哎呀空气强 可恶啊 暴露了自己还没打到敌人 错过一个人头 这把我自己进辐射区 赚的绝对不止上马那么少 有人 还不止一个 这边狗子都被清理了 反正不会被发现 过去看看 这枪声 在入口那边 我先去图书馆 哎呀不对 图书馆有脚步 这下麻烦了 如果在楼顶我就被动了 在外面 天之无疑 现在已经可以肯定了 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我 先上去立于不败之地再说 这人没戴耳机吗 这么玩下去 一百个六级套也不够赔的呀 轻松搞定了这个 还剩一个门口那边的 这不就来了 一个四级 随便打两枪就带走了 怎么感觉他又是自己倒的 箱子都没开完呢 开完三个箱子 我直接郁闷了 这啥呀这是 穷得离谱 我去 过分了 今天人品挺好的呀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看看人家 蓝图都两个 保险箱都放不下了 同样一个辐射区 差距咋这么大 什么鬼 四级又爆红了 上哪说理去 上马一个四级掉精致没空 这把又是六级头 看来我运气不在开箱子上 还得是打人呀 精致榴弹发射器 中看不中用 话说这bug也是好久了吧 最后五个箱子了 终于看见金条了 还以为跟他无缘了呢 最后一张蓝图收尾 后面这些箱子还不错 还有点时间 撑死打大的 饿死点小的 再打个boss去 兄弟旁边没老六 这boss我拿了 搞定 巨魁 这可是冒着被6的风险 包里还有那么多物资 结果汇报等于0 只有140万 还好有个六级头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